机关数采购台湾国产的500万剂高端疫苗 不过目前碰到国内疫苗充足的情况下 施打人数不断降低 再加上高端不被国际认证 未来如果入境美国也无法被承认有接种过疫苗 不过现在可能迎来转机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会同哥伦比亚 马力以及菲律宾卫生部 启动团体试验疫苗计划 这次台湾国产的高端将会进入候选的疫苗名单 有机会成为被国际认证的疫苗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士璧听到这个消息 也在脸书发文表示恭喜 高端疫苗的国际认证走出一大步 希望能做出很不错的保护力 高端疫苗副总经理李思贤接受访问时也回应 能够获得这些顶尖专家的肯定非常开心 会继续完成后续的临床试验 以及国际布局跟认证 国产疫苗加快脚步推动国际认证 就是希望可以提供台湾民众多一种选择 也盼望提高疫苗接种率